各位大家好,今天歡迎大家出席 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公眾講座 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 嶺南傳統建築講座系列的一,廣州灰掃 我們就非常高興邀請到灰掃工藝大師 邵成川師傅擔任我們的講者 邵師傅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灰掃代表性的傳承人 他曾經參與過不少傳統建築的灰掃修復工程 例如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鎮海樓、綠蓉寺、光孝寺等等 還掃製了南海神廟內各種人物和神像 我們講回今天的主題 灰掃以石膚為主 是一種常用於建築物牆壁或屋脊上 是一種經常應用在嶺南傳統建築的工藝品上 邵師傅今天除了會為大家介紹灰掃的材料 製作流程、文化價值等等 相信大家都看到 師傅也會有一些現場示範的環節 事不宜遲 我將時間交給邵成川師傅 有請師傅 我在這裏講 大家聽不聽得到? 聽得到就行了 好,很高興 這次來到香港 和大家介紹一個傳統的工藝灰塑 灰塑最主要是應用在古建築上的工藝技術 大家去到無論哪個地區 我們嶺南地區的所有古建築 都在運用灰塑 即是一種裝飾 作為灰塑的傳播 其實我們灰塑有很長的歷史 我們要去介紹的 亦有灰塑的材料 灰塑的製作流程 灰塑的維修流程 灰塑的文化價值 這方面我們是著重去介紹 我們傳統灰塑裡面的工藝 技術、歷史等 希望這次通過這個講座 大家對我們傳統的工藝技術 有更多人質 這是第一個灰塑的歷史 其實我們在書本記載的時候 它已經有上千年的一個記載 因為它記載的一種工藝 其實在唐禧宗時代 它已經有史字 在記載我們的建築裡面 存在有灰塑 到現在已經有上千年的記載 有灰塑存在這個工藝技術 最主要是大家都覺得灰塑 只是一種裝飾 或者是一種文化價值 或者是一種傳播價值的作用 其實它有更多的作用在裡面 其實灰塑的材料 就是非常簡單 為什麼叫灰塑呢 因為它是石灰 石灰是主要的黏合材料 所以它是叫灰塑 其實它不是灰色 其實最重要是灰 所以它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黏合剂 就是石灰 其中它有柴 米、油、鹽、糖 其實柴就有杜草 有杜草 有杜草 這種物質 為什麼它要用杜草 另外一種柴呢 就是叫紫 什麼紫呢 這種就是我們所說的玉扣子 為什麼它又是屬於柴呢 是因為它是用竹的纖維去造的紫杖 所以它不是木的纖維 所以竹的纖維通過石灰發酵之後 它就會更加勢利 更加耐用 也可以令到灰的結構更加是銀性的支撐 所以它用的每一種材料 都是達到什麼呢 要解決我們這裡的氣候 和我們這裡的環境 如何達到它這個材質的硬度 所以它加了柴之後 它還要用米 我們用的米是什麼呢 就是糯米 它用糯米是什麼呢 它為什麼要用糯米呢 糯米最主要是解決我們石灰的脆性 如果石灰沒有加入糯米 第一 它的韌性不夠 可塑性它會差 而且它會脆 所以我們加了糯米之後 灰塑的材料 它就第一 柔軟 黏腹强 又可以可塑性更加幼滑 所以它就加了糯米這個品種下去 加了糯米之後 所以我們在整個發灰的過程之中 它還要加入鹽 加入鹽 很多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的灰要加入鹽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 它為什麼要加這些材料 其實鹽對於我們來說 是很抗拒的 包括我們現在用的建築材料 它裡面有鹽 它也是很抗拒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鹽有腐蝕性 但是我們的石灰必須要加鹽 為什麼它要加鹽呢 是讓石灰充分發酵 所以我們在發酵石灰的時候 在水裡已經放入鹽 用鹽和水融合之後 我們才加入生石灰 等它發酵 等它發酵之後 我們的石灰 熟石灰才達到充分發酵 充分發酵之後 我們的石灰才會更加細膩 更加容易去做出細膩的材料材質 所以它就加入鹽去發酵 這麽簡單的技術 其實現在很多我們做灰的材料之中 就沒有加入鹽了 而它沒有加入鹽之後 令到我們的石灰是什麽呢 是佛山灰 灰裡面會残留它的叩粒 所以我們從70年代 一直到90年代 到2000年 差不多2000年的時候 包括我們廣東 很多地區當時都會有用石灰 但是因為沒有加鹽的時候 發酵的石灰 它就會残留很多 我們叫做法山灰 很多叩粒 肉眼是看不到的 你過濾各方面 它依然存在這個叩粒 所以做了上去灰的材質之後 你批了當五年十年 它依然會出現爆灰仔 就是你做了的牆很漂亮 但是那一段時間它就爆了一個洞出來 到一段時間它就爆了一個小灰仔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爆灰仔的現象 由於沒有加入鹽會發酵 而它的灰沒有充分發酵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爆灰仔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發酵的過程 沒有加入鹽 令到我們整個中國的現代建築 都消灭了我們的石灰 因為我們的石灰 是用了四千六百年的歷史 但是我們的石灰 居然到現在我們大陸 是做到世界的建築狂磨 居然將自己的文化、工藝、技術 全部吊失了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加入鹽發酵 那麼少的技術失去 就會將我們整個材料的技術 失去 這才是我們要尊重我們以前的人 他憑什麼事情可以做到這樣 以前我們的老祖宗 他沒有這些現代的材料 他建的房子 為什麼它可以熬這麼長時間 我們去到很多古建築 最少上百年甚至幾百年 他依然能保持下來 他的所有黏合材料都只有一種 石灰 包括他砌磚用灰油 蓋瓦用草根灰 批檔用紙巾灰 掃灰水到油漆做豬料灰 砌石你用銅油灰 所有黏合材料就只有石灰 但是他用的石灰的技術技巧技藝 他更加去達到每一種材料 用在哪些位置 每一種材料 哪些材料 怎樣使用 都有區分和加工的價值 這個才是他最重要的環節 不是說我們只是買舊石灰回來 就隨時可以用 其實他要通過加工 發酵 提升 精煮 研磨 他才可以達到我們使用到的每一個環節 所以我們為何會在這裏講這個灰索 其實我們的灰索是什麽呢 我們的灰索是融入了我們整個古建築裏面的所有灰的建築用料 包括灰水我們要用 包括草根灰我們要用 包括紙巾灰我們要用 灰油我們要用 銅油灰我們要用 所以我們的灰索是把整個建築系統之中的灰 融入到灰索裏面 融入灰索以後 他就可以因應這種氣候環境 用這種灰去相應解決每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灰索才可以日曬雨淋 幾百年可以保存下來 所以這才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精術 加入炎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技術 其實是要通過現代的檢測和研究 大家才會知道它原來是起這些作用 加入鹽之後我們還要加入油 還要加入油 但這種油不是我們吃的生油 我們叫做酮油 做酮油 酮油灰 大家知道了 以前的木船 木結構 還有木的筍頭摺盒 包括防水防流 都是用銅油灰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灰索也要用銅油灰 為何要用銅油灰呢 它用在哪些位置呢 就是用在骨架里面的位置去使用 因為我們以前的骨架是用鐵的 用斷打的鐵來做出來的 因為我們百多年前 我們整個中國的工業都非常落後 所以它做的鐵和其他東西 它是為了保證它這個鐵金屬內用 它就用了銅油灰去解決它的水的構成 所以它也融入了銅油灰的效果 它就用了銅油灰去解決鐵金屬的問題 所以它也融入了銅油灰的效果 這個就是油了 還有一個糖 很多人會覺得 為何我們做灰索 它要應用到糖呢 糖又起了甚麼作用呢 糖最主要起的作用就是 是讓灰迅速地硬化 所以它是靠糖里面的吉水和硫磺 通過石灰的發酵之後 它要迅速地硬化它的表面 所以它是用裡面的吉水 去硬化它的表面的時候 它就起了一個 我們做了一個灰索 它一個星期之後 它就可以讓外界的雨水沖沙 如果我們不下糖 我們做了一個灰索 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 它依然會流出它的白色粉末 因為怎樣 是沒有糖去封閉它的灰 和封閉它的表面 所以這個才是 它為何會加入糖的一個元素 我們加入這些原材料之後 其實是很簡單 我們所說的舊陣時候 我們農耕社會的時候 這些產品是隨時都有的 我們老祖宗是用了甚麼 用了一個容易得到的材料 而去解決我們現時之中的一個材料的缺陷 可不可以說它加入磨管草 它就解決甚麼呢 解決的是溫度 解決的是物質的冷縮液象 所以它就加入磨管草 加入紙巾 它就解決的是甚麼 解決一個硬度 所以我們做的灰索是 裡面是磨草灰 外面是紙巾灰 兩種灰索起甚麼作用呢 是一個軟的 即是鋼硬的 軟的在裡面解決冷縮液象 硬的在外面解決雨水沖沙 所以它才可以保存幾百年 這就是一個材料的介紹 介紹完材料之後 材料還有銅線、鋼釘 還有我們用的工具 灰紙、灰板 這些都是大家很易得 亦很易見的一個工藝技術 是一個工藝材料 好了 我們現在就去介紹一個 我們灰索的製作流程 由於這個就是一個 拍攝的一個圖片 就沒有辦法去 讓大家去現實去看得到 我亦都帶了板過來 我們是讓大家去展示一個整個流程 亦都是有興趣的 亦都可以去做完之後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體現 我們這次亦都帶到磨草灰、紙巾灰、顏色、顏料 要讓大家去體現 直接去體現 就會讓大家深知 原來這麼簡單的一個材料 可以捱幾百年 原來這麼簡單的材料 這樣的工藝技術 原來是靠這樣去做的 其實我們現在去介紹的是一個 我們叫構圖 這個構圖 其實跟我們現時來說 我們是不需要做得那麼細緻的 因為我們做過構圖 只不過做過大概的骨架 去做我們已經可以了 但是我們現在用這個木板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塊木板呢 其實我們真正做的灰索 是在屋的主體裡面 而不是我們做了一塊木板 而不是我們做了一塊木板之後 我們做完之後拿上碗裝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是在現場去做的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靠現場去做的 一個工藝技術 所以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構圖 你想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就是構圖 構圖之後 對比 我們在構圖 這是我們正常來說的構圖 我們構圖之後 我們就要打上碗 用銅線去連接它 整個骨架 這個骨架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灰索 如何和建築 互相之間去連接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用 把釘和扎吉掛 就是一種連接 我們這種連接之後 就是令到它牢固地和整個建築 互相之間依靠 這個就是一個做骨架的原因 我們做完骨架之後 我們就開始去做第一道灰 叫做 叫做 阿朗 阿朗 你拿丑近灰去搭這隻 好 你搭吧 你搭吧 這樣我們去 第一道灰 就是叫做草根灰 這個草根灰 最主要是和草裡面的纖維 因為它要和骨架銜接之後 它要保證到它的灰是軟的 它要幾百年的標號都要不高的 所以它才能解決到一個熱脹冷縮的問題 所以它這個和桿草 它最主要起的作用是軟 不會硬 所以它的材質 一定要用和桿草一個裡面的纖維 才能達到它軟的效果 去解決它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说的 叫和桿草的灰 這個灰我們最主要是要它軟 但是我們要它是透水和呼吸 這個才是我們要知道它的作用 而且我們做的每一層灰 每一次做的和草灰 都不可以超過3cm 因為它的灰 如果我做得厚 那時候它就會有收縮 有收縮那時候因為它是氣硬性材料 它會出現裂 所以裂它就和裡面的骨架 會緊湊地去連結 那時候它是沒有辦法連結得到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每一次做的厚度 不可以超過3cm 所以可不可以說很大型的灰索 它就會出現你要很長時間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們今天做了 如果明天如果繼續下雨 我們是不可以做的 因為怎樣呢 它的灰沒有辦法收縮 所以是沒有辦法達到我們需要的效果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每一次做 要進行一個收整 而且做了一次3cm之後 所以我們隔一天去做的時候 還要將它緊壓實之後 才可以做第二次 好 這個就是一個草筋灰 草筋灰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換成第二種 不要那麼快拿錢 有來對峙筋灰和紫筋灰 又不是區別是否 因為大家不明白的時候 原來它看上去的顏色是一樣的 加上距離又是一樣的 相對來說 大家去做的時候 它的細密度 是這樣的 奴利斯在中間扶著 扶著 定一定 在那邊扶著 這樣的對比 大家就知道 這個是和草筋 這個是已經做了紫筋灰 為什麼它要分成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們要的 這個是粗的 這個是幼的 它是幼的 為什麼會幼的呢 是因為它的材質 是幼的 因為它的紫筋和草筋 它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所以它就必須要 造成這樣的效果 這個就是草筋灰 索成形之後 就開始造過紫筋灰 紫筋灰它就是最簡單的材料 試一下草筋灰 那種有滑給人看的東西 柴就給人看 剛才去示範看了的那種 叫做草筋灰 今次我們去介紹的 現在在做的 師傅在做的 就是一種 叫做 叫這種紙 叫紙筋灰 那這種紙呢 其實它 亦都是 叫做柴 所以它是用一種 我們所說的 玄寶紙 的紙張 所以這種紙 是比較粗的 它是用粥纤維去做 所以它造成的 紙就是一種 紙筋的一個 效果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去對應的一個東西 這個可以切開 然後留下這個紙筋灰 給大家去 粗給大家去看 去等大家去 為什麼要做這個 紙筋灰 做了紙筋灰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步驟 叫做的叫式灰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做式灰呢 這個呢 都是同樣去做了紙筋灰的 但是這一組呢 我就做了式灰的 那時候 為什麼要去我們的灰索 做式灰呢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 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是給多次機會 給我們的師傅 去重新去審視 和重新去塑造 它的灰索 如何才達到效果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由於我們的灰索 都是比較遠距離 做了之後 我們需要去轉換的色 或者它需要突然的灰索 如何突然 其實它在做這個色灰的時候 它在腦裡 在思維裡 在東西裡 它都有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或者將來要白色的 將來要紅色的 要綠色的 或者要藍色的 它又會有很大的調整 也是給多了師傅 重新去將這個色灰的效果 和這個紙巾灰的效果 是要突然出來 因為你多了一次 它的效果一定是漂亮很多的 等於我們做事 做得細緻一點 做得好一點 它自然會漂亮很多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好處 第三個好處是什麼呢 它是將色灰 和灰融合為一齊 然後索上去 索上之後 它是將那個顏色 充分地鎖住在它的灰裡面 所以這個做法是好在哪裡呢 是好在灰索灵的保存下來 這個底顏色 它依然可以保存下來 所以它在這個保存之中 它就會出現 但是這個底顏色 它永遠都可以保存 但是你游上的顏色 它或者出現生青財 或者受到污染 受到什麼東西 它會不見了 但是這個底顏色 一定可以保存下來 所以有很多去旅遊 去到那些舊的建築 這間建築 很久沒有人收過 或者很久沒有人住過 但是依然還保存 那個色彩在這裏 很多人就會覺得 哎呀 那時候的顏色很漂亮 保存得很好 其實它是將灰和顏料 融合在一起 然後索上去 所以它才可以保持到 灰索可以保存下來 我這個底顏色 我就能夠和你保存下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色灰的過程 好 好 這是緩轉的 不用 等阿朗去做 等你去拿顏色 拿東西去上色 是色灰的東西 原來介紹色的東西 色灰做完之後 然後整個灰索的工藝 其實已經完成了 索完之後 其實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鎮行一個賞色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們的灰索為何要賞色呢 為何要造色呢 其實我們的灰索為何要造色呢 最主要是甚麼呢 最主要是我們的灰索 都是比較遠距離 最少要看到的 好比我們去到哪個祠堂 或者去到哪個大宅 哪個古建築 可以看到的 我們的灰索的距離 最少超過10米 或者更遠 所以要看到它細緻地分析到 和看到它的效果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要有色彩的變化 才能突現到它的色的效果 所以它就要鎮壓一個 上色的工藝技術 上色的工藝技術 其實是我們做灰索之中 是最難完成的技術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上色這麼簡單 其實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為何要這麼難掌握呢 其實我們做灰索呢 因為我們灰索的上色的顏料很特別 它只是用礦物料 加的是它的灰水 去鎮行上色的 所以它沒有現代的所謂的 什麼膠 或者什麼油畫顏料 或者是 什麼秉輕顏料 或者我們所說的現在 有些人會用彈青 或者用彈青 或者用彈青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需要的只是簡單的石灰 加上它的最重要的環節是什麼呢 是上色的一個工藝技術 對這個你做的灰索的干濕度要掌握 我們在你做事的空間的干濕度要掌握 還要掌握的是什麼呢 你的速度 你做的灰的效果 它可不可以吸收和固定你的顏料 所以其實上色的最後這個環節 可以完成得到的 你已經可以是上手的師傅 你才可以做最後的上色機會 因為上色成與敗 是等於你的灰索 可不可以收到錢的一個重要環節 是不是 所以你必須做到最後最好 你也會沒有用的 因為上色破壞了 上色而掉色 而沒有辦法固定 所以你的作品 你是沒有辦法完成 也沒有辦法交到差 所以上色的工藝技術 其實是我們整個師傅之中的掌握 最重要的環節就是 時間、均濕度、氣候 也要掌握的是你上色的濃度、次數 以及你的固化程度 所以它有很多的原理和學問在裡面 其實它的灰只是一塊石灰 那這個灰是如何固定顏料的呢 它是如何通過這個環節固定它的粉葬礦物料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麽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石灰 它會產生一種彈蒜鈣 所以我們的石灰 是通過什麽呢 吸潮、吸湿和排放的一種過程之中 是將灰和水之間的吸入排放 去將顏料固定的 那它的道理是什麽呢 它的道理是 我做完灰索 今天做完灰索 曼黑它會落露水 落露水的時候 灰索就要吸水進去 然後熱曬的時候 它會將水分帶出來表面 將水分帶出來表面 讓它蒸發的時候 它將灰索裡面的碳酸鈣 也會帶出來表面 所以帶出來表面的時候 水分就會曬了 然後蒸發了 而殘留在表面的碳酸鈣 會固化它的顏料 所以它才可以保證到 這個顏料能夠留在它的灰索裡面 所以它的道理就是 如何與灰索和顏料之間的結合 去達到它的互相之間的 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它是用了一個 呼與吸之間的關係 去達到灰索的固定顏料的作用 我們上色的特殊條件 必須要由淺入深地上色 為何要由淺入深呢 是因為淺的顏色 它的灰索就會多 深的顏色 它的灰索就會少 所以由淺入深的時候 它就通過灰索的互相吸收 而達到表面最多 最重的顏色的時候 它是靠灰 下面的灰索的吸收度 硬化度 去硬化灰索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就是它上色的一個過程 也是上色的一個重要環節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色的一個效果 我們當作是一個示範 換了它 那就是我們上好色 然後完成的 不要走著那些傳 等一下對正一下 上好色和沒有上色的區別 大家才會有興趣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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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完成了上色之後的一個效果 完成了上色之後 我們還要增加一個 叫成形的淨放七天的保養 為什麼要成形淨放七天呢 是因為我們做了之後的灰索 它硬得比較慢 所以我們要有七天的時間 灰索才會將顏料和表面去硬化 才可以讓外界的雨水沖擦 它才會沒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做了 晚上下場大雨 或者明天才下場大雨 你都是白費心機 你起碼要重新上色 重新索一次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覆蓋它 等它七天硬化固定了顏料之後 我們才可以打開那個保護膜 讓灰索可以保存下來 這就是灰索的製作流程 OK 好了 我們剛才介紹過灰索的整個製作流程 我們也會遇到文物保養維修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會出現的一種情況 好比說我這隻獅子 整個廣州陳家子 我做了七次的保養維護 有兩隻獅子出現了有問題 就是一個重新索過的兩隻雅鹽獅子 這隻其中是一隻 這隻雅鹽獅子最主要出現的問題 不是外表上有什麼缺陷 而是出現了一個烈 開烈和一個不安全 即是牢牢肉聚的一種感覺 是因為裡面的骨架 是用鐵去做骨架 所以鐵會生成 生成當時這條鐵的直径是30x30的 斷打的鋼筋骨架 它的骨架大概有三條 都是這樣斷打的骨架 這就是鐵的骨架 這個鐵的骨架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鐵的骨架 鐵的骨架 由於它拆的時候 它的腎已經掉了 但是這個位置 這些腎掉不出來的 膨脹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它的骨架在裡面 當時做的時候 它會膨脹的時候 經過百多年的膨脹之後 它原來只有30x30的鐵 但是我們拆出來的膨脹之後 獅子的孔 它是達到60 甚至達到70那麼大的一個籠位 即是由於它膨脹的時候 它裡面的結構 也出現了很多開烈的現象 所以你裡面的骨架 它就沒有把灰拉得更緊 所以它就出現了很多遙遙烈的情況 由於它在這隻叫瓦鹽獅子 它是在最前面的 如果我們不鎮行一個加固安全的處理之後 它有什麼問題 它隨時可以跌下來 相及遊客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在預先知道它有問題之後 我們鎮行一個拆除 證實了它確實沒有辦法 保存下來 而且它碎得更厲害 我們就鎮行一個拆除的做法 亦有很多專家證實了它確實沒有辦法 我們才可以有機會去做這隻獅子 亦是第一次去試做這隻這麼大型的眼吾獅子 你看看哪些位置 它就是當時膨脹過之後的孔位 以及這些位置涵接出來的東西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便會支援所有的金屬 都支援一種銅的材質 去代替原來揭替的材質的金屬 這就是我們支援完金屬之後 我們便會做的第一次草筋灰 所以大家看到草筋灰之後 帶了獅子 我們需要做多久呢 陳家子的獅子 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 我們最小最快需要的是什麼呢 押得好天五計 最快要45天 你才可以索得起這隻獅子 你要有四個師傅去配置你做45天 因為它是怎樣呢 因為它是每一層 大家要記住的 每一層灰都只是3cm 所以你十天都只有30分 所以你這隻獅子有60多分的厚度 所以你要45天 你才可以把它索成形 所以這就是我們灰裡面的一個特殊性的一個才質的一個應用 我們索完之後 我們還有這麼大的獅子 索完之後 他們都是鎮行一個靜放七天的一個保養維護 這個就是一個保養維護的一個 到最後索完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封住 不要被外界的雨水沖擦 這個就是一個完成的一隻雅鹽獅子 這個就是在陳家子唯一一個 亦都行做了43年的灰索 在陳家子做了40年時間 對陳家子的灰索保養維護 是視覺有兩隻獅子 是出現這些情況 希望以後的骨架自然會保護得更好 不要出現這些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去現代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骨架支援成現代的材料 我們就不選用舊時候的鐵金屬 我們用的是銅的一種金屬 去對替鐵的一種金屬 因為銅只會起銅鹿 它不會生成 不會膨脹 不會對灰索有損害 它只有灰和銅之間的結合 它是時間越長 它亦是沒有排斥的作用 所以我們現代的 都是用了銅和不鏽鋼 去取代這些金屬性的東西 去延續我們的灰索 延續我們的灰索 取用的骨架 會更加適合將來的發展 這就是我們做的灰索骨架的一個圖案 這是我們現時在我們廣州地區 做的比較大的灰索作品 它是一條鵬魚 我們稱為吞隻鵬 它的高度是三一三十個 這就是我們做的灰索 剛才的骨架 就是為這個灰索做的 我們介紹現代用了什麼材料 傳統原來材料有缺陷 我們就要替代它 完善它 這就是一個骨架裡面的元素 其實我們很多人就會問 補养灰索 灰索為何要補养 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們老祖宗為何不做這些事情 去一勞永逸 不用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當時我們的老祖宗 也沒有這些技術 也沒有辦法去做出 可以做出一勞永逸的技術 其實我們的灰索 為何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最主要是甚麼呢 最主要是我們的老祖宗 在做灰索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在考慮 他這個灰索 會給這個建築帶來甚麼效果 對這個群體建築 起到甚麼作用 他也沒有考慮到 我們現時的環境 好比說 百多年前 我們沒有汽車尾氣 百多年前 我們沒有工業污染 百多年前 我們沒有宣語 可能會沒有 但現在有了 由於我們的灰索是甚麼呢 它是會呼吸 會循環 會淨化的工藝 所以下雨的時候 它會吸收了水 不論是酸雨還是 純淨水還是甚麼 它都只會吸收 好了 到它排出來的時候 陽光一曬的時候 它只是出來的水蒸氣 所以殘留在他身上 殘留在灰索身上 它就有酸性的物質 以及它的污染物 殘留在灰索身上 所以日積月累 時間長了之後 它就會生青菜 會污染 如果生青菜之後 我們的灰索 它就不會透氣 不會呼吸 所以它的酸性物質 就會對灰索 因為它就有污染 和腐蝕 它裏面的草根灰 和紙根灰 所以為了保存灰索的時候 我們經常去對我們的文物 去鎮行一個保養維護 等於我們和文物的灰索 經常去沖涼 和他手腳有個瘡子 和他補好 捉一下滿蟲 然後和他製作爽身份 然後和他穿好衣服 最主要是 在清除他身上的雜質 讓他時刻保持灰 即是乾爽度 所以灰索才能保存更長時間 如果我們不鎮行一個保養維護之後 它污染得越來越長 到時它的脫落缺失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五十年 七八年之後 我們的灰索基本上就會消聲或者匿跡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見到 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灰索的價值 這就是文物性質的一種保養維護 我們保養維護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對它清洗 在清洗的過程中 我們要用很細緻的牙刷 或者更細的軟毛的東西 進行清洗 如果發現有問題 開裂 歸裂 或者缺損 剝落 這些情況 我們都要震行一一拍照 和一一記錄 可不可以說這裏缺了花 那裏是崩了一片花蕃 我們都要有記載 因為這樣才能把文物恢復得更加好 先讓我喝杯水 清洗完之後 我們就進行修補 修補的時候 因為它很多都是表面形式的東西 例如說我這裏缺的是紅色灰 這裏又爛了一塊是紅色的灰 這裏又爛了一個紫色的灰 這裏又爛了一個紫色的灰 我們是通過什麼呢 是通過對應原來灰的材料 去對應調整我們的色彩 去同身和它修復 這就是修補了 修補過之後 檢查過之後 就是掃一個灰水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要掃一次灰水呢 第一次掃一個灰水和灰的形結 而且掃一次灰水之後 我們會體現到灰之間的結合 亦會體現到 我們現在有這些問題的 我們掃一次灰水 它如果不白 或者它出現反黑的現象 我們就要鎮行多一次清洗 將它過濾刮出來 然後掃灰水 這樣是一個多了一次機會 讓大家去探別它的灰 究竟它的灰索能不能夠 起到支付和灰水之間的結合 這些就是一個過渡的時間 這也是要體現它的灰 如何去結合的一個環節 掃完灰水之後 我們就開始上彩了 將原來的色澤 如何去的東西 正是一個上彩的過渡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等於和他穿上衣服 和他化妝 讓他更加好看 這個就是一個完成保養之後 完成了七天保養之後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陳家子的一個 一幅灰索的一個 保養的一個過程的一個效果 我們剛才由灰索的製作到灰索的保養維護 都有介紹過 現在我們就介紹一下灰索 究竟為什麼我們南方應用這麼多 我們南方為什麼這麼喜歡做這些灰索 其實他有他的文化的含意在裏面 大家看到的這隻 我們叫瓦嚴獅子 很多人就會 陳家子 今天我也是代表陳家子去上這個灰索課 也有領導在這裡 看著我去講的灰索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一個 陳家子的瓦嚴獅子 很多人說廣州話叫瓦嚴獅子 在這裏面問 很多人就會覺得 為何叫做這裏面問 其實我們老祖宗的文化寓意是什麽 其實他的寓意不是這裏面問 因為他的寓意是什麽 他的寓意是什麽 我們老祖宗最尊貴的銳獸是獅子 怎麽叫尊貴呢 就是我們敬仰的人 例如孔夫子 周恩來 很多偉人才叫尊貴 所以他在陳家子 他會把這隻獅子摆起第一位 你走到陳家子 你未進他的瓦口 你一看上去 他一排都是瓦嚴獅子 全部捐出來的頭看著你 所以他是什麽呢 他代表著是什麽呢 代表著是尊貴 所以他是個祠堂 他是希望他聖臣子孫的人出來做人 是做尊貴的人 這個才是最高級別的做人境界 所以他擺起第一位 所以很多人會說 哎呀這些獅子 我們不可以做在家 當然不可以做在家 你贏有錢 你都不是尊貴的人 你贏做的大官 要後人敬仰的人 才是尊敬的人 所以尊敬跟你有錢 尊敬跟你做大官 是兩碼事的 所以你不是說 所以廣東人就會很低調 因為你未達到那個環境 你未達到尊敬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都知道 你是不可以做這隻瓦嚴獅子的 所以這就是文化的寓意 亦是文化的一個符號 那這樣這一隻 大家亦都經常會去見到的 咦? 剛才那隻 你們不是做過一隻縮上眼前的東西嗎? 我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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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和這隻狮子的位置 是擺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他擺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就是日神 大家猜猜這隻是什么呢? 都似似的 皮丘就比较远了一点 其实我们广东人 所有的建筑 所有的寓意 所有的东西 我们广东人都没有皮丘 去崇敬或者有皮丘 摆在这些建筑里面 因为我们广东人 相信的是 有路才有得 所以他不会相信 是指尽不出 这个是维护天理的 所以我们广东人 是没有哪个祠堂 会摆一只皮丘在这儿 或者哪个祠堂 会崇敬一只皮丘 是没有的 其实他会做出很多 是四不像的东西 大家去估的这一只 大家就会觉得 很多人以为它是四不像的 其实它是一只蝙蝠 很大的蝙蝠 而且是什么呢 它是 这里有一二三四 加中间一只 五只 旁边那边又是一二三四 加中间一只 又是五只 但是中间一只 合起来一只 这边四只 这边就四只 八只加中间一只 就九只 它摆在哪个位置呢 在佛山祖庙的位置 因为它是蝙蝠 它是蝙蝠 而且它是九只蝙蝠 我们的广东人叫 救福器 所以 你每一个人来到 祖庙 你都是来求福 所以它就给了九只大蝙蝠 摆在同样的位置 希望你们每一个信众 来到佛山祖庙 都是得到更大的福 所以每一个工艺技术 都有它的文化寓意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有一个灰塑的作品 今早大家去做的 有去做这个 有没有 今早有没有去做过这个 同事在这边 也有 也有 其实我们是将这个蝙蝠 这个就是蝙蝠 很多人会觉得 为何它会做成这样 我们为何会相信这只蝙蝠 其实这只蝙蝠 为何要做成这样 是因为它反映的是 我们人需要的一种 福气的一种演绎 和一个解释 可否有它将眼睛做得很凸 有精神 你才是有福 做额头做得很凸 有思维有思想 你才是有福 做了这两个面珠灯 我们叫做面珠灯 做得很像很福 你才是有福 将口做得很大 因为口大你才能走到更多地方 无论西伯利亚到南极 你都去运 你才有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相传之中 我们中国人相传的 一个福气的演绎 将肚做得大大 肚大吃得多东西 不要山枝高才有福 所以它是古人的一个福 将它充分地演绎 所以它不是说 我们现时真实的一个福之中 我们造成一只蝙蝠 真正的蝙蝠是什么 尖嘴 尿牙 我们怎样去体现一个福 我们民间的艺人 就会将它的福字 从一个人 我们想象到它的文字结合 将它的福充分去演绎 如何才能达到它的福 这是一个寓意和文化的表达 我们在灰塑的文化价值之中 有很多灰塑的鱿鱼 蝙蝠 这些都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就是鲍耳山牆 这些就是福寿康宁的一个 寓意的一个表达 这些就是鱼蝠龙门 它的寓意是我们读书读到 可以到皇帝身边做事 所以叫做鱼蝠龙门 这就是文化的寓意 所以不只是看二龙争珠 或者什么 其实它的寓意是什么呢 我们读书读到皇帝身边做事 等于可以考取到三甲 狀元 榜眼 探花 这些才是有机会的 还有这些是展览来的 其实每一幅都有文化寓意的 这一幅是一二三四五 这个就是五福拱兽 五只蝙蝠 包围绑着中间的寓字 叫五福拱兽 下面这一幅 这个是触兽图 就是《各子而触兽》 这个就是人物的故事 所以很多方面 通过这些文化演绎 让大家知道灰索的文化是比较深厚的 它的价值也是通过一种传说 通过一种制作 通过一种传播 让灰索的工艺技术演变出来的 这些就是灰索的文化所表达的一种寓意 这个就是文武藏原 这个就是武藏原 这个就是武藏原 它有一个独瞻熬头 踩着熬头 这个就是藏原 那两个边呢 它就有两种叫紫眉 叫紫眉 这两种就是 我们所说的 广东人常说的紫眉声 它在靠你身边 你就可以做大观了 两个紫眉拧着你 扶遥直上 所以每一幅 都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寓意 这些就是人物故事的一个 说明了 有花鸟 有很多的图案 我们都可以用灰索 用花鸟提出去表达 这个就是陈家子的一个福在眼前 刚才那个福在眼前是变形的 但是它的寓意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我不可以做一个三角鬼 去做那个蝙蝠过来 第一个是阻定 第二个是你做得更辛苦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四方木板 将这个寓意表白 但是我们没有造成一模一样的效果 这个也是陈家子的一个山牆 这个山牆 它也是一个蝙蝠 这只蝙蝠套出运气 这两只蝙蝠连起来 它其实就是福运连连 它表达也是一个寓意的一种文化 价值 这里有三只狮子 都是陈家子 三只都是雅炎狮子 这种文化 我体验到南北狮子 中西都有狮子 中西有百多年前的人都学出 这一只 就是我们传统南方的狮子 我们叫独角兽 这个是独角兽 这一只 就是我们传统的北方狮子 它是没有角的 所以我们叫南北交流 中西合璧 这一只 它是欧洲的狮子 它无论无法 效果 形象 和什么 它都是仿照当时 在外国回来的人 或者拿到的图片 或者拿到的东西 去仿制出来的一个形象 也都是只有 广州的陈家子 一个一路的中座 中间的这个 就是欧洲的狮子 这一边 这个是在东边的 是一个南方的狮子 西边的 是一个北方的狮子 陈家斯 这么多的狮子之中 最大的就是这一只狮子 我站在这里 我最多我的头都到这里 最少是上千斤的一只狮子 蹲在那里 不是昨天才弄了它 是差不多150年前的狮子 在这里 它已经可以压立在一百多年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是一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里面的技术 它不但只可以吸收更多的文化 而且是什么呢 它里面的工艺技术 才是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索的 这个就是一个灰索的文化 它不但只是一个去看 而且百多年前的人已经是融入了 每种文化的一种融入点 好比一只狮子 其实那个位置很矜贵 其实现在做这个瓦淫狮子 这个位置很矜贵 也很突出 但是它居然可以融入到中西日北 南北都可以交流 融为一体的一个瓦淫狮子 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 如何去涉入的一种文化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推广 其实它还要是聚研堂 也放了一只欧洲的诗子 两边有南北之间的一个交流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 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效果 它会有很多人物故事 例如福禄寿 它都有很多故事去表达 这些日月 因为我们以前是龙羹社会 所以很喜欢前天放日月 因为它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雨水不调和 然后失收 然后没得吃 然后饿饭 它不是给他们 现在不需要去耕田 所以日月他们是比较去注重 和比较去崇拜的一个神来的 那么我们灰索就有几个比较大的类别 分开了 这些就是比较淺的半浮雕 就是只有这些位置凸出来 我们叫半浮雕 其他都是凹下去的 或者是平的 这个叫半浮雕 这个就是比较淺的 它是整个都浮起来的 但是它是比较淺的 是控制在一分到一分半之间 是有个立体线条的 这种就是比较高一点的 立体感是比较强一点的 这种又叫高浮雕 就是它的距离 就是由这里到这个 黑底里 它一般都有40到50公分的立体感 因为它越立体 它的通透面和效果 会做得更好 所以越是立体 它就会越是漂亮 越是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一个圆雕 整个都是立体的 我们叫圆雕 这个就是通雕 就是我坐一条走廊 我两边都要看到 两边都要看到效果 又可以透风 又可以体现的效果 这种就是通雕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形式 好了 我们介绍完灰索的一个修补 保 保养 和新造的这种形式之后 其实在我们的岭南地区之中 灰索是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我们南方 岭南地区 所有建青春古老大屋的人 都要做灰索 为什么要做灰索 它起到是什么作用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 他做灰索 只要来看 或者只要来欣赏 其实我们 岭南古建筑道去做灰索 包括香港 包括我们广东 广州 广广一大 他做的都是灰索 但是他最主要是 起的是什么作用 其实灰索里面 这个就是陈家子的 哪些是灰索 这个位置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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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都是灰索 这些顶都是灰索 这个就是灰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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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的灰索 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屋脊 做这么高的垂脊 然后他要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灰索做了上去 他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解决的是我们 古建筑里面的作用 是要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 濕热风和防潮 那他为什么要解决这个 濕热风的问题呢 首先他要解决一个台风 好比说 这个是陈家子的序言堂 大部分的祠堂 他这里的空间都是打开的 他没有墙体 他没有墙体 前后也没有墙 如果我们这个屋瓦背 以他的面积 这里大概是有 石主任是否有五百多平方 还是五百二十平方 这里就是空间 这个平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计赤数地计 因为港平方 你们会一开始想不到五百多平方 就是五千二百尺 乘于十 就是五千二百尺的面积 他为了去防止这个台风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在一个屋脊上加高的一个屋脊 这个屋脊厚度是三百六厚 高度是三米 三米二十 好像三米二十 由这个位到这个顶 是三米二十 他有这样的重量之后 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压制台风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瓦片是由这个位 由这个位一路向上堆 堆到顶 两边向上堆 两个斜坡 帮瓦面之后 他就用了一个高大的屋脊压在顶上 然后压在顶上 然后才盖瓦 然后他有这个重量压制住这个瓦片的时候 下边起风的时候 他才没有办法掀起我这个瓦片 我才能保护到下边的木结构 和保护到下边的墙底 所以它是起到压制台风的一个作用 如果我们的私人古老大屋 为什么又不做这么高的屋脊呢 是因为他四周都有墙 他最加小的就是有一个窗 那个窗也是非常小的 旧时候的大屋窗也是这么高的 一个和管座可以堵住 他就不会出现中路大开 这样出现一个被颓风侵蚀的现象 所以他第一个要起到压制台风的一个 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他解决风的问题 他还要解决湿的问题 怎样解决湿的问题呢 例如说我们的古建筑 他怎样平衡湿度 他靠什么去我们的古建筑清凉 会舒服 我们的古建筑为什么走这些冷行 他就开始清凉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能够平衡湿度 有他的长体到他的砖到他的地砖 他都会起到一个吸潮吸湿 在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七十的时候 长体灰索砖所有东西都会吸进去 包括落雨 他都会吸进去 以其吸到他是够为止 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所有的岭南古建筑 他都会平衡湿度 在什么呢 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 这个湿度是我们人类最适宜的湿度 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智慧 他凭什么去控制这个湿度呢 他凭的就是晚黑 我们岭南地区 他一定会落露水或者落雨 所以他在吸的湿度之中 他能够在阳光照射之下释放出来 要来平衡这个湿度 所以他外露的无论灰索到陶瓷到瓦背到什么 他都会起到一个吸潮和吸湿 阳光晒的时候 他就会蒸发这个湿度出来 然后将热气的湿度也蒸出来 所以他的屋才会平衡到湿度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点 其实灰索还要解决一个热的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灰索为什么会解决这个热的问题呢 因为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讲货 如果我今天还在广州 我是蹲在这个瓦背上做东西 其实我除了上货之后 我还是天天蹲在瓦背上做东西 其实为什么他会解决这个热呢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建筑 为什么灰可以去解决这个热 其实他是辅助去调节这个热量 好比我们的这个黑色的雅面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古建筑 为什么一定要做黑色的雅面 为什么要做黑色 因为黑色会吸热 所以如果我去做灰索的时候 我就蹲在这个雅面 蹲在这个瓦背上做灰索 如果35度 我蹲在那里 4点5点钟 这里还是超过50度 所以他靠吸热 热空气吸了之后 很热的时候 这个热空气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热空气就会向上升 因为热空气一定向上升 所以热空气向上升的时候 它下面的地面的温度 它要跟着补充上来 因为上面已经稀薄了 因为它要上升 所以它会带那个温度上来 所以我们走进去上升 所有的岭南谷建筑 你最主要走进去那条冷行 你为什么会感觉清凉 为什么会感觉 这么凉 这么落后的建筑 你会感觉到它舒服 涼风震震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建筑 已经充分达到了我们的气流 温度 如何去旋转 如何去平衡 如何去转动 都已经是解决到淋漓震治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旅游 去什么要去到 哇 来到这里 真是很风水 走到这里 里面的屋都清凉 外面的行有清凉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建筑 已经达到给你清凉的环境 旋转的环境 淨化的环境 透气的环境 这个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高的价值 这个才是我们古建筑里面最高价值的文化 是如何和大自然充分匹配 去形成合并 当你热的时候 我给你良爽 当你冷的时候 我给你温暖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我们建筑的文化 工艺的文化 技术的文化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屋面 加上传统装饰的灰塑 它就可以令到我们的气流 不断地旋转 不断地淨化 不断地解决我们热的问题 只是一个工艺 所以我们的建筑可以这样说 它每一个色彩 每一个技术 每一个东西 都是凝结我们整个民族 对这个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 然后对这里的气候环境的尊重 学习 调节 去达到我们古建筑里面的效果 这个才是我们去体现的 我们建筑里面的文化工艺技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它靠的是一种循环和淨化 那么我们的灰塑是起什么作用呢 起的是左等着热空气 无论我这个热空气向上升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条正借 它这个热空气就会向后边一进吹进去 所以没有这个垂塑 它就会向冷行那边吹进去 所以我们的老中做出来是什么呢 做了正借 垂塑 造成好像是 包装的形式 好像垃圾的形式 无论你吹东南西碧峰 你的热空气 所以你都不可以对我下面的人群有丝毫的影响 而且你吹任何东南西碧峰 你只能够让我这个古建筑群带来更好的环境 你不要影响到我下面居住的人群 所以这个才是它建筑里面最高的一个智慧 所以它用了这些宝藏形式 你看这么小的空间 它都造成一个宝藏的形式 你的热空气只有向上升 你不能向其他地方传播 所以它才是良爽 你走进这些建筑 你才是良爽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走进这些乡村 走进这些古建筑的时候 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 最好的时间是 又热又闷又烤的时候 你走进这些建筑的时候 你才能感觉到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园 给我们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调节 当时他们没有电 没有空调 没有风扇 它怎么生存呢 靠把大棋线据可以过过冬天 靠把大棋线据可以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播 传承下来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一个智慧的所在 所以我们现在去体现这些古建筑的时候 其实它不但只是一个 工艺技术 其实它是我们的古建筑里面 是在隐藏和留在我们的后人最高的一个文化价值 工艺价值 而且它是一个更有科学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价值 我们去介绍完那些古建筑之后 我们又灰索的材料在现代建筑之中的一个使用了 我们知道了这些灰索的材料 在灰的材料之中 去使用到很多的现代建筑里面 我们就有很多这些我们用的材料 好比说我们这些落水管 排水 在这些位置 我们都是用灰索 就是一种装饰 就是一种形式 去解决这些外观和美化的环节 而且是什么呢 我们这些是将我们传统的材料 包括青砖 盖瓦 灰索 所有石料 什么东西 都是以一种最传统的手法去做的 包括它的材质 应用的材料 以及这些青砖 都是用了最古老的办法去消制出来的青砖 其实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做这些私人古老大屋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最大的价值是 我一生去做陈家子 做那些博物馆做什么 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实践 因为它是国家性质的文物 所以我用了什么办法呢 我用了同这些私人古老大屋去做 去实践 做了之后 成功了之后 证实了之后 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将这些工艺 将这些技术 反饿回到我们文物维修里面 去实施 去使用 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和将来我们要实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 和物理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些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些建筑的一个装饰 好比说我们做的很多楼盘做的一个装饰 或者是要来做售楼部 要来做装饰 这些就是我们灰索作品有的一些装饰和效果 好了 这些就是很多装饰的形式 我们灰索有更多的提材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有很多提材阵能装饰使用的 这个就是我们灰的材料融入现代 我们如何将这些灰的材料融入现代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做灰索的 我就说了 我们一块白灰索出来可以涨几百年 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人可以把灰做到这么特别 做出来可以涨几百年 只是石灰 它加的都是最传统的东西 加的都是柴米油盐糖最凉的东西 但是它可以涨几百年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老祖宗借鉴和学习 它用出来的材料之后 它可以有这么多方面的好处 包括第一个它解决温度 我们的石灰如何晒 它都不会高温 它都不会吸热 而且它不会起烈 所以我们通过四年的试验实践之后 我们是将做了第一个楼盘 大概是四年前完成的一个楼盘 是外墙内墙都用灰 外墙的灰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外墙要解决的是防水的问题 任你的雨水如何去淋 如何去淋 是令到我们的灰 是保证在它不透水 很多现时的人去理解是 我的英泥和你的灰比较 你的英泥一定是比我的灰更加防水 但是现在我们的灰 是加了什么呢 加了铜油 用铜油灰去防水 所以立面整个东西 我们都是用灰的材料 进行一种制作的 这个楼盘是比较小的 建筑面积只有12万平方 等于120万尺的建筑面积 这个是比较小的 做了四年之后 那个效果和绿化程度 我们都是用了很多的一个绿化 包括这些 我们种攀藤 整个楼盘这些位置 我们都是预留到种攀藤 种什么 整个造成就好像是我们叫 深圳的乡下 你去到才知道乡下原来是这样的 它是 为什么没有了深圳的乡下 这个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 你看看就是 好像乡下这样的 这个水塘 这个不要说养什么锦尼 养什么金桂 它养的是什么呢 养的是甜蚊鱼 让鱼吃了那些蚊 蚊子 让它没有那么多蚊 更加环保更加自然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些墙底 它不发生温度 它不发生强烈的温度 如果我们用水泥去做的 这些墙底 你最主要走过 温度会很高 但是只有这些灰的墙底 它的温度是完全跟 水泥和英泥的墙底 温度完全是两码事的 而且它当你 温度遮上去 温度迅速去平衡 空气的温度 它不会高温 而且它不会存 不会存热 不会处热 所以它就是一个 是比较环保 也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材料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 现时的一个楼盘 现时的一个楼盘 总共有六十八万平方 大概是六百八十万尺的一个楼盘 去做这个第二个地方比较大的地盘 的一个外立面 内墙的一个用灰去做的一个效果 它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是跟着爬架上 是先做第一次灰 我们跟着爬架上 先做第一次灰 完成了之后 估计今年年底 1月1号之后 我们第一栋四十五层 完成第一个封顶 然后总共是十一栋 平均五十层以上 我们都是外和内 都用灰去将现代的大楼 去镇行一个葬首 它是对替什么呢 对替我们现时用的 英泥沙漿 黎智灰 雨胶七 我们一步到位就是 只是用白灰 解决了你三样的材料 而且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会呼吸 会淨化 会循环 会透气 所以这就是灰的材料 应用在现代建筑里面 我们其实都是在不断摸索这些事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使用这些材料之后 我们的好处 它的特点和将来 有各个数据去支撑我们这种材料 如何去融入和使用到现代的建筑里面 它的好处是敌点 敌色 将来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和了解到这些材料的敌性 好了 我们介绍完这个材料去运用之后 其实很多人会去看我们的园林建筑 看我们的东西之后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笨 要整一间屋要讲园林 又要讲做什么园林 又要做什么风水 又要做什么东西 其实这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要做园林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树木 建筑它需要湿度水分 需要平衡 而我们的人居住在这里 它需要的是氧气 需要的是负利子 所以它运用了园林里面的水 水泽 树木 去达到平衡湿度 养住它的木结构 养住它的树木 去排出更多的氧气 让我们的人去呼吸 其实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人 所以它就做了这些园林 进行一种装饰 进行一种相应的调节 这就是园林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园林景致 为什么要做 我们古建筑里面 为什么要做这些园林 这就是一个环节 这就是我们新造的古建筑里面的一个装饰 这个就是 猴仔有没有去过这间屋 没有去过这间 你去过这间龙江的一个私人的大屋 这个就是当时去造的一个大屋 这些门楼区的满洲窗 这些都是用了玻璃去做的 这个玻璃的老板是德国人 我们买了玻璃之后 他就说 为什么我们广东人买这些玻璃 为什么会做成这样 原来他的老板回来之后 他也说原来他们欧洲人生产的玻璃 来到我们岭南地区 才发挥他最大的艺术价值 这就是他们的玻璃 是叫做肚色玻璃 一边有色一边没色 但是他们都是以剪贴的一种方式 但是只有我们广东人去做到食、黑、磨、车 去解决一个透光的效果 去达到艺术的欣赏效果 所以这就是他们都没办法去追求的 一个艺术的环节 你看这些园林这些东西 他会体现一个 为什么中国人去追求这些东西 其实他说的是什么呢 空气流动 水分、湿度、植物之间的互相协调和调配 这就是一个园林设计的环节 这就是家居的摆设环节 好了 这个讲座也是一个半小时 我也是不阻止大家 有些什么呢 也都可以大家去互相交流 也都是想去有更多的交流情节 让大家去知道一下 好 非常多谢邵师傅的精彩演讲 现在就进入答问环节 有兴趣提问的 各位现象观众朋友可以举手发问 我们的同事会大麦给大家 而看线上直播的各位观众 也都可以透过Zoom的发问功能发问 或者师傅 可能各位观众朋友都会有兴趣 有什么更深刻的作品可以和大家分享 可以和大家分享 灰索的作品这样去计算 我们做灰索 我这样去计算 都是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而跟我们老祖宗比 那些灰索来说 已经可以捱百多两百年代 少少虎那些还未能 未证实到可以捱几百年 所以我们还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 其实旧时的东西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境界了 我现在只能够进行一种学习和传播 其实你说美与不美 还是大家欣赏的一个角度 但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它如何保存和生存 如何能够适应这些环境 以及在这些环境之中 他们在这些帮助作用的环境 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们现时做出来的东西 它多漂亮 其实是各个人欣赏 但是内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又不敢说 我做过什么心得是最好的 但我也是有做过很大的作品 有几十平方一个画面 或者是做得很大的一幅画面 我们也是有做一个树的一个 单一的木棉花 我们做到七十多平方 就是七百多尺的一个木面的背景 做一幅画面 我们做到五六百尺的一个背景 一只做到几吨重的一个灰索 我们也是有 这就不能够说我是最成功 其实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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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灰索是没有影响的 有没有影响的 有什么东西 白矮问题 曾经陈家子出现白矮问题 我们怎么说呢 因为陈家子出现过有白矮问题 这是必然会有的 因为防虫防矮 亦都要很多方面去注重湿度 各方面都要去 因为白矮 其实在陈家子来说 它的影响是非常少的 因为它虽然有白矮 但是陈家子的所有木结构 大部分的木结构 它都是昆天 它都是布罗格 都是甲木 所以它的白矮是不吃的品种 它吃的品种最多是什么呢 就是橙木和虫树 这些是最喜欢吃的 其他它是不会吃的 因为因为我们老祖宗的建筑来说 好不容易有陈家子的木料 它回来的时候 它是放在石灰池去沉淀 它浸过的 因为石灰是最好防虫防矮的材料 因为浸过的东西之后 白矮吃到这个石灰 它是不会吃的 所以这个就是对 其实陈家子对于这个白矮 它们是不断地研究 因为无论墙体到地下 它们都是时时刻刻去关注 它是白矮的问题 因为它是文物 它是很注重 也都是很注意的 一有点问题 即刻搞定它 其实对我们的灰索来说 是影响不大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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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因为可能怕你没有去留意到 陈家子摆有的灰索介绍 其中就在前东 前东有一个岭南建筑的一个介绍 也有灰索和堪持的介绍 有一个电视介绍 我在这里制灰索做灰索 你说要去介绍到好传绵 由底到的时候 估计你站到那里脚 脚都被你都看不完 因为它太长了 因为这些东西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你想了解 你有兴趣 你自然会不断深入去了解这些事 即是等于我 我40年前入陈家子 到现在我对陈家子 还是非常大的热情进去 即是为什么呢 我每天一次去都觉得 哎呦 我有很多东西 哎呦 我有很多东西没满足到 哎呦 我有很多东西 我想去哪些地方需要解决 所以每一次入陈家子 我都是想去更多的一个 给到我的技术 给到我的信心 给到我的知识 给到我的东西 去提升我对这个灰索的了解和研究 其实我都去40年了 我基本上平均 就是一生人来的 平均一个星期 我最少去一次陈家子 平均下来 有时我住在陈家子 有时我一年几个月都会在陈家子做事 平均上来 我一个星期都会去一次陈家子 但是我没有去一次陈家子 他都比我更多的一个技术 或者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他走到这边 为什么他这么舒服 其实这些灵感 这些技术 这些东西 我都是在陈家子上去学习的 好不如我介绍那些学生 介绍华工 介绍广大学生 去陈家子的时候 我就叫他 你千万不要在凉爽的时候去陈家子 你一定要在最热最局的时候去陈家子 高的树的树尾也不会移动 高的树尾也不会移动 高的树尾也不会移动 唯独下面的小草灯笼会慢慢摆动 你就会理解我们古建筑里的气流循环 如何带动气流的旋转 如何令气流环境的转换 这些就是一个知识 这些就是我不断地去陈家子 不断地去陈家子所了解的东西 所以他们到了这种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不可以说 我一次陈家子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了解 这个是不可能的 40年 我都只是了解了灰索的一部分 40年我还在攻克我灰索的一个技术 所以一个文化的建筑 你说有多少方面的知识点呢 这个就是不能够说 我们去那里 需不需要去更多的介绍 其实陈家子 就只是介绍一个图索 最顶的一个位置 如果放在PVD那里 让你去看 你最少看三入 或者你会看到你流口水 你才会翻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魅力 所以我们去看古建筑 就不是单质 我们去看一下 或者到此一游 其实我们去看这些古建筑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带着我们的身体 为何要感受 带着我们的思维 如何去看问题 带着我们的价值 如何去认知 它为何会这样 这个才是我们由身体 心理和思维去接触我们的文化 我们才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文化支撑 让我们体现到文化的深刻 体现到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做古建筑 古建筑的一个艺人的一种思维和想法 或者这样 师傅其实在线上也有观众他们的提问 就想请教 因为师傅刚才有介绍灰索的一些和古建筑的配合 他就想请问 其实灰索是需要怎样保养 或者有没有什么跳门 或者是怎样可以和大家分享 刚才灰索保养 我们就有灰索保养的一个过程 刚才那只 不是 那只 上上下下 不是 我找回灰索保养的一个过程 我们经常说灰索的保养 其实也是邵师傅最大的工作量 也是邵师傅最大的最重要的责任 对灰索的一个保养维护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灰索的保养维护之中 我们就会吸取到更多的经验和技术 也是更多的机会去培养到 我们下一辈的师傅 如何去接手 去将我们的灰索 将我们的工艺技术 一路这样传承下去 这个才是重点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们的灰索如何去保养 如何去维护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要用它原来灰的材料 进行一个保养维护 这样我们的材质才会更加原始地 将灰索保存下来 好比说我们用了现代材料 我们经常说的是 我们现时之中 好比说我们用的材料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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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保养维护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保养维护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些材料 对这些工艺技术 更加进一步去使用传统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它同样用的灰 同样用的材料 它才会互相更加吻合 好比说我们这些裂缝 这些皱纹 这些灰索 这些东西 我们用了另一种现代的材料 好比说我们用英泥 来正能保护 有什么问题呢 由于英泥的硬度 它是比我们灰的硬度强很多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冷缩涨的问题 所以它在修补好之后 它温度一升高之后 它将里面的组织是会碰烂的 所以它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 是它的水分 它的水硬性材料是英泥 我们石夫是气硬性材料 所以必须要用同样质体的东西 它才会达到一个修复的现象 如果我们用了现代的材料 它的水泥 英泥 或者我们用上压料 我们用饼器 这样等于就是我们一只手 用一只塑料袋包住 你几日 十几日 一年两年之后 你就得回骨 由于它是不透气 因为我们的灰是要透气 要呼吸 所以它才可以内容 而且一个软一个硬 它才可以循环 所以我们的灰塑是什么呢 一个软一个硬一个冷一个静 所以它才可以匹配到 它才可以完成它的使命内容 而且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用了现代的材料之后 它是不但对它有损害 而且没有办法达到灰塑的一个功能 循环 呼吸 谢谢 刚才陈家慈在顶上 有一排是灰塑 在顶上有一排是烧陶瓷的装饰 我先找找看 好 好 找回陈家慈的正面最好说 为什么找不到 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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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灰塑 那个这些灰塑 包括这些灰塑 这些都是灰塑 两塑都是在户外 所以三 余两塑都是在户 而且我们的灰索是做在底下 陶瓷是做在顶上的 因为我们的灰索是在现场做 而陶瓷要做好 烧好了之后 带过来陈家子去安装 所以我们的灰索作为是什么呢 作为是陶瓷和衙面之间的 咸接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陶瓷 不通过这个灰索去咸接 它是没有办法固定的 所以它最主要是在一个 我们所说的叫做 咸接的一个 烧出来是一个平底的灰索 做出很多花料 人物 鱸鱼 很多东西做出来 但是咸接就是靠我们下面的灰索 砌出来的灰 然后上面放大阶砖 然后上面最淋的图瓷 然后固定上面的图瓷 所以这就是灰索和图瓷之间的一个配合 两个都是灰索 一个是烧出来的 一个不用烧 我就是不用烧的 他那个是要烧出来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岭南建筑里面的灰索还有没有分什么门派 或者什么地区的一个特性 这样分派 其实我们 包括我做灰索 我整个广东省越东越西越北 到我们港府 港府就叫越中 港府到深圳这一带 香港这一带 我们都有做过灰索 但是刘派 基本上是没有的 都是以灰为材料 但是刘派是什么呢 刘派是建筑刑制的刘派 与东本的码头牆基本上是一致 但是与港府的码头牆又不一致 怎么说呢 是因为气流气候 去决定于你做什么山牆 做什么装饰 因为它的风力 它的雨水 它的气候 都决定于当地的环境 如何去造就它的码头牆 雅面 屋面 坡道 和它的成风的零力 所以这些都是很讲究的 不会一概而论 而且它的灰索 它都是比较多的选择 一种寓意 和一种实际的装饰作用 而且它会选择更多 与当地的语音 涵接 然后达到表达的一种和谐 寓意的一种文化 在里面的 好好好 那我见时间关系了 那今天的问答环节 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也多谢大家的参与 那最后也请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 多谢邵承天师傅 谢谢 谢谢 那也请大家密切留意 我们股物估计办事署网页 有关教育活动公众讲座的公布 多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